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的6月28号 星期日 孟晚舟应该是2018年的12月1号 好像是吧 被捕的 被捕了之后 到2019年医院的时候 我在说孟晚舟案件的时候 我就说 我说孟晚舟这个事情 我觉得就是说尽快点释放 趁着孟晚舟那时候还值钱 就是华为也值钱 现在华为已经快被干死了 当时我就说 我说这孟晚舟如果你不释放 你这么跟他搞下去 搞紧度 所以孟晚舟还没紧度 华为可能就没有了 华为可能还没有他的引读案 停的时间长 当时有一些书呆子 赤口白牙的 要跟我们说 一定是今年就解决 引读案今年就会有结果 结果我不知道他说的今年是那么去年 还是今年 他2019年说今年到底是去年还是今年 到今年还没有结果呢 对不对 我就说孟晚舟这个事搞下去 孟晚舟基本上PSD读完 一个博士读完才能有结果 你看当时很多人就觉得 还有我说的不对一样 对吧 一年半过后你会发现 对吧 时间证明你死农哥还是你死农哥 对吧 现在加拿大环球新闻报告 加拿大19名曾在联邦内阁担任要职的政治人物 23日6月23号联名致信的总理特鲁多 要求终止孟晚舟的引读案的程序 并将其释放 我很欣慰 虽然大众现在还没有意识到 我说的是对的 但是这些这19位 曾在联邦内阁担任要职的政治人物 他们终于意识到了 就是说我在一年半之前 我所说的方式和方法是可行的 而且是应该的 他们终于follow上来了 我经常说曹操杀了杨修 也是隔了三里 后来想想骂了杨修说的对 回信把杨修护葬了 后来他也承认自己跟杨修的智力 就隔了三里地 知道吧 就是说杨修说完了 我当时没能明白 走了三里地 我再想骂杨修说的是对的 知道吧 这些人跟我的志愈水平就差了一年半 就一年半之前 我说完了一年半之后 他们想一想 说觉得死忠基 死忠一年半之前 说的是对的 就是这么个情况 19名联名者 分别是加拿大的前司法部部长 艾伦洛克 前加拿大的外交部部长 劳艾勒 阿克斯沃斯 还有也是 还有叫什么 劳伦斯坎农 奥列特 这些都是前外交部的部长 还有前新民党的领导人 艾德布罗德 本特 前加拿大联邦最高法院法官 路易斯阿博 以及前加拿大驻联合国大使 还有代表等等 一共19个人 我觉得还不错 所以实在一年半了 能够跟上我的思路 我觉得他们还是可以的 从知语水平来讲 我觉得是OK的 那么这瓶联名信 援引了多伦多的律师 格林斯潘写的法律意见书 称加拿大现任司法部部长 拉梅蒂 完全有权 随时结束孟晚舟的引渡案程序 并释放他 这19名的联名者 向特洛多喊话 说毫无疑问 美国的引渡请求 使加拿大陷入困境 作为总理 你面临着一个简单的决定 服从美国的要求 把引起中国的枪列不满 或者拉梅蒂 就现任司法部长 因把与美国引渡协议下 承担的义务放一边 通过政治干涉 来结束孟晚舟的引渡案 那么他的律师 格林斯潘说 他说完全由司法部长 来自行决定 他说问题不是能不能这么做 而是应不应该这么做 联名信也写得很清楚 当然现在有些人 就是说刻意要去歪曲解读他 认为这十几个政要 就是说要跟中国妥协 怕了中国 实际上不是这样子 很多人不理解 一年半之前 我的观点也是这样子 不是说我们怕了中国 而是什么 你有两个人质在那里 他的联名信也写得很清楚 他说释放孟晚舟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换回在中国被捕的 全外交官康明海和商人迈克尔 那么这两个人 于今年的6月19号 被中国检方以建权罪起诉 应该把他们救回来 很多人到现在还不明白 我和这19个 就是说比我稍微差一点的 过了一年才想明白 我说道理的这些政要 我们的观点 就是说今天一年半了 还有傻逼听不懂 什么意思 我想了一下 我跟你说 再粗俗一点 就这么个意思 有一个警察抓了一个坏人 抓了坏人之后 绑匪来了 把老婆绑架了 说你把这人放了 我跟你老婆换 然后警察说不行 我要遵守法律 我绝对不能放坏人 你不放可以 没有问题 你可以不放孟晚舟 但是你要把你老婆救回来 你要不就救你老婆 要不你就放了去交换 两种 要么以和为贵 我们和谈 交换 交换互相交换人质 要么我得跟你干 我去 我带我警察 我带着人 我去抓捕你 去解救人质 解救我老婆 那么我的观点就这样 要么你把孟晚舟放了 你把康明海和拜法换回来 要么你就跟中国断交 把大使撤了 然后在你加拿大境内的 所有的中国的 跟中国共产党有关系的 这些重要人士全部抓 一起抓 抓完之后 跟你中国一起放 你不放 我又不放 咱们一起抓 直接不行 我得跟你宣战 你要说和平时期 这么做不对 那咱就宣战 直接宣战 宣战 我得跟你干 干到底 要么你就警察 我跟你妈的 你是毒贩子 你是劫匪 你是黑社会 我是警察 我跟你事不两立 咱们干到底 咱们宣战 直接干 要么你就把人放了 把你老婆换回来 你又不把这个人放了 又不放人质 又不救你老婆 然后你又不敢 去跟他宣战 你又不敢跟他打 怂包一个 坐在家里 自己犯巢在这 怎么办 没有办法 你知道吗 闹肿 懂不懂 这个时候 有个死度来劝你 跟你说 你敢跟他打吗 不敢跟他打 把人放了 把你老婆换回来 你就说 你罕见走狗 卖狗贼 你怕老公 你干老公妥协 我说什么 我说你傻逼 懂不懂 你加拿大特有多 现在就这样 你有种 是个老爷们 我操 你就吹牛逼 跟中国直接先转 你把康明海 把他给我放回来 你他妈不放 你中国所有人 我全他妈跟你扣了 所有这些 所有你中国的 哪里中国活着 人在加拿大的 我全他妈扣了 所有的资产没收 你任何的中国人 中国官员 你别给我进加弹 进加弹 进一个 扣一扣 我直接跟你干 不复价要打 凭什么 你扣两个人 你有那种吗 你又没有那种 那你把他放了 你也没有那种 放了他 为什么他怕放了之后 没法跟媒体交谈 没法跟公众交代 就是个脑种 脑祸 打又不敢打 放又不敢放 谈也不敢谈 何谈也不敢谈 什么也不做 就跟以前中国 那满清时期 那哥们叫什么来着 不打 不和 不谈 不跑 不退 知道吗 我就臭狗屎一块 我一待 什么也不管 你们那种怎么着 当我们 什么 特的多现就这样 对不对 也不敢打 也不敢干 也不敢去解救 人质 又不敢跟劫匪 又不敢跟劫匪和谈 你看给这些人急的 就这样 你知道吗 然后就关于孟晚斗 到底什么是放 我觉得联名信 这帮人还真不错 跟我的观点是一致的 我还蛮欣赏他们 这十几个人 有这种 有这种 就是说 我觉得有这种智商 能看到这些 然后又有魄力 能够联名信 把他喊出来 我觉得是非常不容易的 他们在里边 说的跟我观点一样 他们说目前孟晚舟案进入了庭审阶段 加拿大 布列甸 哥林比亚省高等法院的确认 是今年的8月17号 恢复引渡的听证会 那么对加美提供的证据进行了讨论 至于加拿大和美国是否滥用司法程序的辩论 将于2021年的2月16号开始 那么这个也要变了 变了之后才能决定 到底是不是引渡 明白吗 那么联名信认为 就是说按照这种法律 重新往下走的话 要到2024年才能决定 是否将孟晚舟引渡到美国 而这个还是最快的时间 这里边还不要出任何其他的事情 还不要没有反诉 上诉什么的 如果再有的话 拖的就更久 跟我的观点就差不多了 我当时也认为2018年抓的 对不对 我说差不多五六年孟晚舟博士读完了 基本上你就知道引渡还是不引渡了 对不对 或者就是说孟晚舟赢了 有可能提前赢了 提前那就放了 或者加拿大为了放了 要不然的话 如果想要把引渡案打完 打到要引渡的话 没有个五年六年是不可能的 这个来讲 我来海外久了 我在美国加拿大 我久了 北美司法治疏差不多 我很了解 这东西 我当时我就说过 我那房东跟人出了一个车祸 我打了三四年 我在他上租房住了三年 到在我走 那个案子没有结果 对不对 你们没有来过北美 你们不了解北美的司法制度 所以你就听我跟你讲 我跟你讲什么 你就听着得到 不要跟我抬杠 老是跟我降嘴 一定要说19年就能结束 他妈现在2020年了 结束屁了 结束 而且联明信公开的前一天 康明凯的老婆公开露面 首次公开露面 呼吁加拿大释放孟晚舟 交换康明凯 你们你就救我老公 我觉得这个地方是这样子 他们一定要强调 19个人也好 康明凯的老婆也好 他们出来不是为了康明凯 他们出来是为了孟晚舟 这个是不对的 媒体现在错误的解读 康明凯的老婆 我根本就不关心孟晚舟的死活 你把孟晚舟剐了 跟老婆有个屁关系 他我眼睛都不眨一下 他老婆出来是让你把康明凯 给我救回来 你懂我意思吧 这19个政要也是 现在这个话一说 我去年 去年一月份的时候 一年半之前 我说应该放了 拿孟晚舟去跟康明凯换的时候 也是所有人都说 你什么是不是看上孟晚舟了 还是的话跟孟晚舟没有关系 我们这么说的目的是 是要把康明凯和迈克救回来 他们两个是无辜的 懂吗 是人质 明白吗 这是你有义务 就跟你警察 你老婆是无辜的 你懂吗 你跟毒贩 你们怎么打是你们的事 你老婆跟你老婆 这件事没有关系 你应该想办法把你老婆救回来 要不你就跟他交换 要不你就打死他 把你老婆救了 对不对 你到这上什么都不干 对吧 你的老婆你也不管 然后人家康明凯的老婆出来 要救他了吗 还给人康明凯的老婆头上的扣帽子 觉得康明凯的老婆看上孟晚舟了 要孟晚舟放了跟孟晚舟私奔 那不活儿八道吗 扯逼吗 不是在这儿 对不对 谁要一说救康明凯 谁就看上孟晚舟了 就中国就是傻逼多 你知道吗 我每次一说这狗这一肚子活 一年半了 就特鲁多 就这个玩意儿怎么能在加拿大当了总理 我觉得加拿大真的就很需要一个川普这样的人 你知道吗 非常的有问题 好吧 我也不多说了 其实一年半之前我都讲过了 一年半了 你会发现最后证明的 还是我讲的这样 你再过一年半 你看还是这样子 我们看看 咱们现在我觉得这个事 我说是对的没有问题了 就是看的 就是说所有这些人 什么时候能醒悟过来 就是到底差多少 你像他这些什么前外长 前司法部部长这些人 跟我差一年半 我们看看其他人到底跟我差多少 到底是过了几年能够想明白 死纵前两年说的是对的 或者前十年说的是对的 到底要等多久 好不好 今天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